畢竟,我覺得中國的汽車產業量現在這麼大 沒有自己的汽車文化,我覺得特丟人 我覺得我的責任感就是讓其他國外的那些人能看到 能了解到中國,有這麼一群人 我們就是一群喜歡車的人 不管男的女的,我們就是喜歡車 能做這樣的活動,用這麼多的車 汽車文化味也是很濃的 就是喜歡的,我想讓他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是最好的,當你學校外的活動 。ヾコ、嘆哭 不及啦 標籤,不及10時 還有一個卡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墨江服务区 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开始 能看到一些热带的这个氛围了 椰子树啊 这东西在我们那儿看不着 估计再走一走的话 估计旁边就都是这种热带的这种植物 今天晚上我们就到那地儿叫摩汉 然后明天的话就要进老沃 明天估计会在老沃 一整天行300公里路 然后就进泰国 而现在想想的话 这个还其实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们这只是开了一个上午 然后大概开了300公里左右吧 然后今天还有400公里的路要赶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 还是挺期待跨过国境线那一刻的这个感觉 从来没开车出过过 这回一下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人生阅历 感谢艾空摩托比亚 感谢艾空摩托比亚 这是楼顿的 小黑 早上出来的时候差不多16度 到这里以后 在半路上最高温度干到过将近30度 结果现在的话 这个体感温度差不多16-17度的样子 就降下来 依旧再晚一点更改 这里是党所不党所之美食篇 我们来到这个墨罕口 这个猪肉片 这个姜豆 然后豆沙和韭菜 这个五盒肉 这个是肠子鸡翅鸡肿 腰子鸡蒸 还有些肉串之类的 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出发 然后就到口岸 拿着半点也少去 之后就出关了 大概明天的四五点钟 就能到达泰国的这个青孔的口岸 我们就能去到泰国了 经过了一天多的赶路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国的摩罕口岸 后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改装科大队伍 马上就要穿越国际县了 那就在我们的前方的话 大概还有两公里的缓冲区 这两公里的缓冲区的话 是中国和老卧之间的这么一个真空区 经过了这两公里的真空区了以后 听说就再也没有像这样这么好的路了 接下来就要看着炮弹坑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看低趴如何过炮弹坑 连过减速带都费劲了 开着改装车跨过国境县 这事儿真的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但是今天确实就是和之前他们说的一样 今天就做到了 我们后面就是肚明的东南亚神秘国家老窝 你看这门多金 你看这改装车多低 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走吧 我们一起跨过国境县 広留天 这也太初 特别 judge 你一路往前走 你可以看到周围那些村子 Après 你看着都特别的小孩什么的 这有点中国20年前的意思 我们现在大概这个路段已经跑了一半了 经历什么呢 大家到时候看一下我们这车就知道了 满车都是老挝特产的红色的泥土 泥浆 然后车上还有全车的土特别脏特别烂的路 听说我们行驶的这条13号公路 是中国和泰国两方政府帮助修建的 为了让东盟各国陆地通商 周边的国家也都纷纷伸出了援手 不出国真的很难感受到我国道路基建的伟大 在这个国家只有两三条完全连起来的 可以行驶车辆的公路 路旁放学路上的孩子都会拼命的向国外车辆招手 因为很多游客都会停下来给他们一些零钱和糖果 听库当老爷说 前两年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 公路的平整度远不及现状 我们的改装车队也因此 没有在老挝境内出现什么严重状况 当然 前唇这种改装件 不属于严重状况繁重 好 前面我们从前面这块有一个红离灯之后 有一个交叉 就到左边行驶了 咱们现在 以后 在泰国这段时间里边 停车之类的都要停在路的左边 都要停右边 走 好 好 这看起来跟老沃那边的那个 这个长得简直是逼得 估计这两边建筑都应该是一个装头顿干的吧 不过这边比老沃那边要干净很多 穿过着整个老沃呢 这个等一下给大家看看 这十多台改装车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每台都很脏 因为老沃整个地区都是那种红色的泥巴底上 然后感觉好像整个国家就没有一个干净地 但是到处都特别脏 车窗都不敢开的 我赔了交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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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代表各个城市 有长沙 有南京 东莞 有茂名 但是我们现在出了中国之后 我们现在代表的就是中国了 所以我们的车能插入中国国旗 这也能让更多的那些泰国的车友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感受到我们Chinese power